星期九餐廳 这个概念 星期九餐厅 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小小的想法 可能很多年轻人很少 能够享受自己的时间 礼拜一到礼拜天 所有期天都有各种的事情 享受自由的这种时间 会变得比较短暂 其实九阳一直倡导的是一个 比较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也是一个新一代过敏品牌 比较年轻的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希望星期九餐厅 包括星期九这个概念 可以成为一个不被定义的 这样的一天 在这个餐厅里面在这一天 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小战跟星期九餐厅 会有一个非常奇特的 一个化学的反应 在这里面有很多新鲜的感觉 新鲜的空间 和一些比较有创意 比较有态度的一些表达 这是我们提出星期九 和星期九餐厅的这样一个想法的来源 最开始这个空间是一个隐藏室 所以我们选择了在路边的一个 餐车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在这个小小的餐车内部呢 其实我们想构建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 餐厅的环境 还有大厅 然后有开阔的厚厨 包括自己新鲜的果园 还有各种餐厅的一个上下结果的叠加 所以所有的东西我们希望它是以一个神奇的方式 比较奇妙的这样一个状态去连接 肖战跟九阳还挺契合的 他一直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形象 九阳尝到的也是一个比较健康 比较新的这样的生活的一个态度 用心去做好自己的美食餐 我觉得肖战也是一个非常讲究细节 在星期九餐厅我们希望他和九阳的品牌 包括这种态度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化学反应和一个传达 这一次跟肖战的合作 我觉得是比较纯新的一个体验 因为我们的空间比较复杂 然后有一些空间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跟平时的广告 拉开一些差距 在拍摄方法上我们希望给小战更多的一个 运动的空间 然后他可以在这个比较里穿来穿去 根据一些装饰的设定 然后配合他的表演 对于我来讲也是全新的一个体验 然后配合群演 配合艺人 在这么复杂的场合上做 要在一天之内去完成 他兴奋跟刺激 希望这次广告 包括小战跟着很多合作 能够给大家一起我们全新的感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